好 任俊他們在炒什麼呢 這很簡單 因為中央財政 那個受制財政化分法 已經炒了很多很多年了 我印象 繼續二十五年沒修過 我印象中我十年前吧 大概是那個數字 那個時候在立法院的時候 還有那個那時候綠營的 那個縣市首長也有到立法院裡面去 也是一樣請願 就是就錢不夠用 所以真正的問題其實來自於說 好 你要增加這一塊餅也OK 你剛剛提到嘛 現在本來是這塊餅這麼大塊 中央要吃七層嘛 中央只分到三層嘛 他現在說不行 你中央吃這麼百塊做什麼 你這個拿六層就可以了 四層拉到我這邊來 你光那四層拉到地方上面 就是說地方怎麼分 我跟你講也炒不完 那這個四層 從原本的兩層五到四層 就差了五千億對不對 對 這五千億該怎麼分配 這五千億會不會讓中央 因為這樣排擠到其他的支出 我先講藍白現在的說法是這樣 就是說你現在那個三層拉進來之後 你那個七層 其實老實講 你也不是不給地方 但問題是你在給的時候 會有選擇性的給 也就是你執政的縣市 如果是綠營執政 綠營執政的縣市就會 你要什麼建設 我可能給你多一點 我跟你說以前國民黨也一樣 以前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那時候為什麼綠營會上去叫 因為他們也覺得分得不公平 所以真正問題是 你今天把餅做大 你說會不會壓縮到 主機長那時候講說用舉債 我也老實講 你光聽那個邏輯 也很好笑 主機長是說就算用舉債都換不到 但問題是你怎麼可能用舉債 去分錢給地方 那個聽起來就更怪 因為等於是舉債 等於是先救急 後來你也是怕損 所以我認為 當然第一個爭議 就是說你現在分成六都完了之後 你的直轄市所分到的統籌 費費款就比一般縣市多 這是你在制度上面的問題 可是他符不符合大家的想法 你看那裡面的數字很簡單 第一個國民黨現在立法院提案 有十四個版本 有一個國民黨的黨團版 有一個民眾黨的黨團版 還有其他個別立委提的版本 那意思是什麼 個別立委要爭取自己家鄉的預算 當然啦 你到最後要怎麼喬 國民黨要不要先喬完這一塊 我跟你講國民黨沒打算喬 他們開公廳會 你知道他們開公廳會怎麼開 你知道嗎 各縣市都有代表 來 自己覺得縣市有缺錢的舉手 我大家都看 會有人不舉手嗎 當然嘛 還有怕錢比太多 所以我就算說有夠 我也跟你畫不夠 所以真的回來是這一個 我認為它的分配 我覺得今天有一個數字是可怕的 不是 我們要先回到 才華法該不該修 我認為該修 該不該修 我認為該修 但是要配合地方制度法一起修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很多的問題是來自於 台灣的縣市太多了 新竹市很有錢 竹科在新竹市 營業稅也好 所謂的所得稅也好 都在新竹市 旁邊的苗栗為什麼那麼窮 財政為什麼那麼不好 所以你說地方制度法 為什麼說竹竹苗要併在一起 你不能說你錢給地方首長 給新竹市長 公安不理旁邊的苗栗線 所以合併地方制度法一併要修 才修財政收支 所以才華法該不該修 這就像國會該不該改革 該改 但是該怎麼改的問題 才華法該修 問題要怎麼修 因為比如說剛剛易善提到的 就是說你今天這個 財產的工廠 它那個設置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的營業稅什麼什麼 就在這個縣市政府交 可是它也很多人也會不滿 其他縣市政府不滿 對啦 你總部在這裡 你工廠在台 你工廠在我旁邊的官司 但是因為你高雄要認同 所以它可能不是只有地方制度法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要改說 那真的是要坐下來通盤討論 觀眾朋友 你不要以為這件事跟你沒關係 很多我朋友說 他們的小孩寧願到新竹生小孩 為什麼到新竹生小孩 要福利好 那麼雙北生小孩 跟在臺北生小孩的福利也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統籌分配款分配的不一樣 每個縣市口袋裡的深度不一樣 所以大家的福利不一樣 所以這件事跟所有老百姓息息相關 你所在的縣市能不能分到多一點錢 合不合理很重要 說穿了啦 其實不管誰執政 只要是中央執政都不想要修啦 因為像馬英九一直到這個賴清德 當過行政院長 其實從賴清德 從馬英九到賴清德都有提過才華法 但是通通都沒有過 為什麼 因為馬英九執政 我中央統配款我就需要多嘛 賴清德他當行政院長 他也希望統籌分配款要多嘛 這個是 那比如說現在 因為現在是國民黨 他們這個現在國會多數 而且縣市也多 所以他們現在想要來修才華法啦 那看起來現在是有機會可以過關 可是我必須講 那我們仔細來談的是 他怎麼修嘛 這才重點嘛 好 國民黨的版本 我們先講黨團版好了 因為十四個版本 全部都講完 客人聽一群啊 是 好 那為什麼這次就是說比較有爭議啦 因為就是大家的版本都對自己有利嘛 那現在最有爭議的是說 那就是獨厚三個人 蔣萬安 侯友宜跟這個高鴻安嘛 對 那為什麼說是獨厚這三個人 因為這個 這個等於說可能會過的這個版本當中呢 針對蔣萬安的部分 因為蔣萬安現在是台北市長嘛 他說你首都啊 就不管什麼啦 不管這個丙多大 你首都我就先給你250億 就要先拿250億 而且是佔總預算的3% 那所以這個大家就會 那你其他縣市會不會跳起來呢 為什麼台北市什麼市民 住在那邊都不做 他就可以先拿到總預算的3% 而且台北市已經這麼好一點了 對 而且台北市是能夠 自酬臺原最多的 他自酬臺原可以達到66% 你像金門 澎湖 連江 他們大概有的只有個位數 有的甚至自酬臺原 連1%都做不到 但是這樣講話不滿意 他說就算你先給我3% 但是我要求不能比過去少喔 這3%還不能比過去少喔 好 那你說講話 他有話要說對不對 那你隔壁的那個 侯友宜 侯友宜也有話要說啊 他說我新北市 我404萬人耶 我人口最多 呂家凱在這裡嘛 我人口最多 所以未來這新版過的話 67%的預算呢 中央統統分配 67%的預算 你要按照人口分配 意思就是我新北市 我人就是要分最多啦 因為以前沒有按照人口分配 所以新北覺得說 我人那麼多 為什麼我平均分到 每一個人才1萬2 因為這是遊戲規則啦 因為我們的統統配 就不是 好 那我們待會再講 因為遊戲規則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遊戲規則 是按照你營業額的比例 譬如說你台積電啊 或是你當時不是就在炒嗎 中油設在台北嘛 但是你西廢棄也是高雄嘛 但是就是爽到 就是爽到台北嘛 就是這個 遊戲規則 所以為什麼新北市 現在新北的遊戲規則呢 他希望能夠改成人頭嘛 對 最後啦 結果為什麼 就是說高宏安會獨厚高宏安 因為他說 營業稅所得稅的5% 要直接給收稅的地方縣市 那哪個在新竹 台積電啊 對啊 所以就那個 別的縣市立委就跳起來講說 你這樣不公平啊 我南科 中科 我的這個都 都比這個台積電 在竹科算得還多啊 你也不可能 南科是一首發票 高雄是一首發票 新竹一首 公司的發票都是統一的嘛 那公司的發票 發票上的那個地址 就是公司總部的地址 那總部的地址呢 就代表了這個一夜稅的稅收 給誰嘛 所以這新版過了之後 不是就爽到清 只是爽到高宏安嗎 所以為什麼說這三個 這個如果過的版本 就有可能爽到 就是這三個縣市首長 好 但是高宏安 爽到高宏安這件事 是過去一直以來都這樣 對不對 包含我以前在雲林縣政府 常常會說六清設在雲林 廢棄都我們在吸 結果公司設在台北 台塑設在台北 所以過所有的營業稅 都是台北市分到四成 所以這整個的不公平制度 所以為什麼說 該修 但是必須包含碳稅也好 你工廠所在地也好 整個要整個通盤檢討 還有縣市合併的問題 包含所謂的台北跟新北 一核之隔就已經差距那麼大 所以為什麼台北市 要在核心中心 所有公司的所在地都在那邊 有錢人都在台北市 那旁邊的周邊地區的發展怎麼辦 所以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有一定比例是有道理的 因為它才可以分配給窮縣 包含雲林縣 苗栗縣 很多都必須依賴 中央的統籌分配 好 問題是 國民黨認為 因為中央有很大的權限 所以藍綠有別 綠的分多一點 像屏東 藍的 即便連台中都說好慘 我們連蓋個捷運自酬款 都要比別的限制多 我們連錢在哪裡都不知道怎麼蓋呢 關姐剛剛有提到一個 生育獎勵金 連新北 台北 還有桃園 它的分配比例就是 生育獎勵的比例不一樣 這個原因是什麼 很簡單 因為中央沒有GAS 你如果中央今天訂了一個制度 出來說我統一 生育獎金多少 制定下來之後 我不是由地方税收 對地方的預算來支出 如果是中央統一分配下來 那就沒有問題 我相信其他限制沒有問題 今天是中央 你沒有辦法制定一個制度 下來之後 讓各縣市 不管是六度海 非六度的縣市 我制定說 我這個縣市誰與獎勵金多少 新北兩萬 台北市三萬 旁邊的桃園市是四萬對不對 不好意思 台北市四萬 桃園市今天早上 就讓新北市一位 今天早上去新北市 我剛剛問他說 是不是才剛選小孩 他怎麼那麼清楚 沒有 但是今天早上 新北市有通過 第一胎加一萬 第二胎加兩萬 第三胎加三萬 我就想說你要加碼 可以 但是都變成地方 刮東牆 補西牆 對不對 還有HPV的疫苗 現在國中女生都有施打 雲林加益台北 台北九月要上路 新北沒辦法跟進 為什麼 預算不夠 比如說中央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 很好的配套 說是統一下來 六度都要跟進 全台灣先都跟進 全下來 我想其他 就不會討論財化法 但是基本上地方知識 還是有些地方 是要讓地方政府自己做的 這就是問題 第一個我覺得 當時規劃六都 就是一個不OK的方式 第二個 人家六都不OK 不是啊 你台灣這麼大 你什麼都是都 你把都拉上來之後 我就講實話 你都拉上來之後 你真的有幫助這個都嗎 它城鄉差距有改變嗎 其實沒有 而且你如果現在講 新北為什麼會出來叫 因為很簡單 他用人口數下去平均的時候 我的平均數分到每一個人 一萬多塊 是全台灣最低的 我知道 但是小鈺剛才講 公式就不是這樣 好啊 不是 所以我就回來說 譬如說剛剛加改提到了說 那你要不要改用土地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討論啊 可是剛剛加改提到 是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喊錢不夠 是因為我地方政府覺得說 你平的保持比較好 外市民會救 所以沒關係 我也加碼 你加碼的這一塊 你說我自仇財源又拿不到 這時候我就說不對喔 你看喔 國民黨在這一次提案的 是說 以前有很多的方式 他們現在為什麼出來叫 是因為中央提出政策 地方買單 可是接下來會不會變成是 那剛剛那個狀況就是 地方提出政策 你中央也要幫我買單啊 我要增加 我錢不夠 你中央多給我一點 我就可以發了 你不要大家發 今天發 今天發兩萬 所以關鍵就是哪些事情 應該有地方自治去處理 哪些事情 對啊 這個要拆開 就是說如果 這個要拆開想 如果你今天地方 如果要這樣說 當初是基隆要發 古古路 要發電動機 所以他也出來發 交通部也要給我錢 大家中央也要給我錢 大家說你怎麼要付 其他縣市每個都來過 但是你不要舉這個例子 因為這個例子已經跳票了 所以我就講嘛 就是說因為剛剛 加改提一下是另外一個狀況 當然也是他們的訴求之一 可是我就覺得是 這個要討論原因是 如果是地方政府 自己提出來的這一塊 你說我沒有錢可以做 你做不到 雙手一攤 說你就用中央來給我補助 我覺得這也不合理吧 錢那麼多 但我拿回來的這麼少 但我要問一下加改 你們國民黨內部都沒有整合 你們要怎麼樣拚 會整合 我覺得這次機會 其實還滿大的 因為版本那麼多 過去為什麼25年才會 我修誤過 因為各個縣市 各個縣市都有自己的意見 這一次不是有很多的版本 國民黨團有自己的版本 民進黨團有自己的版本 民眾黨團有自己的版本 各個立委也有自己的版本 我覺得這次國民黨團 黨內我聽到的是 他們會先整合我們全台灣 十三家裡的縣市送的意見 送出一個最終的版本 但是這個已經推出來了 那個整合很難 因為每個縣市都覺得 我自己最窮 不是不是 阿關的意思是說 你那個 他不是找 他十四個縣市還加了二 苗栗再加上新竹之後 推出一個黨團版 現在問題是黨團版之外 還有一大堆版本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他們自己要不先整合 當然一定會有所謂的比較心 但是這部分 才華法一定要先畫出來之後 等於說其他的東西 像我剛剛說 中央你的制度如可以統一 你統一分配給你一個制度 不要讓各個縣市 再去用地方預算 應該說你一個中央的制度 現在當然就是統一分配 現在是怎麼分配的問題 那怎麼分配 你們國民黨自己 都沒有一個確定的版本 當時黨團的時候 找那十四十六個縣市首長 當時有 每天都拿去 我家很散 我家沒錢 問題不是這一個 問題是當時在問說 知不支持才華法 要重新再分配 因為牽扯到是六都裡面 很有可能 因為其他縣市會眼紅 認為你拿得多 你們願不願意吐出一些 據說當時新北市有贊成 說OK 如果是這樣重新調整 所以你今天會以為說 他們達成共識了對不對 昨天蔣萬安不是跳出來嗎 昨天蔣萬安說 希望台北市不能減少 那代表是什麼 所以他們現在 新的版本叫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把柄做大 就跟中央多要一點 所以就是說 原先他們認為說 那個六都的部分 最少就藍營縣市 他們有達成一個共識 是願意就現在的基土上面 去做調整 這件事情根本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那時候就大家隨便講講 現在講話 因為大家都不想減少 那有人想增加 那就只能中央多給一點 那問題是中央說 我如果多給你一點的話 我的建設又該怎麼辦 問題很多 中央多給統籌分配稅款 是要給地方的 中央如果多給地方 多給六都 好像看起來地方會多 但是未來跟中央討的 就變少了嗎 這才是關鍵 這個關鍵叫做 現在分配是誰分配的問題 而不是錢多 把柄做大的問題 好 但我們要回來講 缺多少也是關鍵 到底現在各縣市說 怎麼是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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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缺多少 你今天要要錢 你告訴我你缺口是多少 就統計出來 缺口是五百六十億 那國民黨缺口五百六十億 要要五千億 缺五毛 要五塊 要十塊 我觉得不是这样 所谓的统筹分配款 因为现在很多 跟中央绕的经费 是来自前瞻预算 它是十倍 但是如果今天像很多 像新北有很多 轨道建设在运行 台中也有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台中跟高雄 我不拿我新北来比 怕别人说我自己大小 照顾自己人 台中跟高雄 你看台中跟高雄 拿到前瞻预算差多少 差了六倍 结果他们都有 捷运轨道在盖 结果对不对 你看拿到的补助款是多少 高雄拿到八百多亿 台中台湾六百多亿 对不对 这个东西当然是说 谁执政当然是 有没有大小的问题 这个大家心知肚明 但中心 如果你今天分配到地方 政府多一点的钱 它可以自愁多一点的时候 它跟中央要的时候 就少一点 比如说我今天 我就不用看你中央的东西 我要做什么 我今天台中市政府要 高雄市政府要 新北市政府 我就决定 中央你就少给补助一点 这样对你们来说 压力也小一点 好 大家都想多要一点 问题水库的水就这么多 而且就是原来的那个水库 水库的水 也没有变多 大家都多要一点 钱从哪里来呢 如果按照国民党版本 那个给地方多了 五千多亿的情况底下 那复昆旗总招又提到 7月16号 那个花东三案 两兆的这个法案又要通过 那你主计长编得出来吗 难道那个筹编有困难 难道要举债吗 举债也没有办法 因为举债它有限制 它有限制是 那个总预算加特别预算 流量是15% 所以连举债也没有办法处理 连举债也都没办法处理 连举债都没有办法处理 如果没分配好 真的有可能肥得越肥 瘦得越瘦 比如说台北市 他说我不能比过去少 可他现在已经很多了 又不能比过去少 意思要比过去多了 而且这次还有保底 就是我 还有保底 对啊 我头一回听就说这个 我还要加底 加一倍 还要保底 就是这种算法 其实老实讲 大家都会觉得不公平 你光看 我自己是台北市民 但我也觉得 台北市真的太有钱了 重点是钱花在什么地方 我跟你讲 民众的算法都很简单 他就用那个人均下去算 民众不会跟你讲说 我什么县市拿多少 他一看说 我连将分到最多 为什么连将人就少吗 所以他的比例上面来讲 连将的人均 其实分配下来 他反而是最高的 可是问题是 回到现实面回来看 你说今天到底是 这一大块饼 是希望把这个原先 中央的部分 多拨一点给地方 还是你说这一块饼 其实根本不够 我要从你其他的预算拿进来 我跟蓝白在这件事情上面 第一个也没有共识 所以你会不会到最后 反正通过了这个 到你真的要进入到 法案里面去的时候 到底以谁的为准 这是个问题 第二个是你刚刚提到说 主计长讲说 我就算去借钱 我也没办法 举债也无法应用 没有 没无法应用 意思是 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多少 我觉得这是问题 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多少 他说他们要五千 他关你刚刚说台北市 不缺钱 讲官员会跳起来 因为我没有说台北市 我说台北市是最有钱 最有钱 在全台湾台北市是最有钱 然后他竟然还要保底 还不能比过去少 而且他自筹台原的能力 是最强的 但是他会给你摊出来 我们现在教育基金也亏损 对不对 我们现在收支也才打平而已 所以他就会有一堆的理由 但是我必须讲 但是我告诉你 看在一些穷县市眼里 这是何不识肉米 确实 有些县市说我的失色都不没出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但是为什么现在中央 他就说 我还是要维持这个三期 因为他会认为是说 比如说你中央 比如说你台中 你台中不是要盖中捷吗 对不对 他们刚刚讲中捷 这是不是蓝绿不公平 那问题是说 因为台北市的捷运 算是比较饱和的 那问题是中捷 中央说 那你要多少的这个 他没有比台北 他比高雄 他说你给高雄的钱 为什么比较多 通常盖捷运 我为什么比较少 那问题是你中捷 如果你需要补助多少 你要开出来 你开出来的话 那中央是不是来评估说 补助你多少的 你觉得他没有要吗 他一定肯定有要过 没要到 就是说现在每个县市的需求 是不一样的 那譬如说 你新竹县 新竹县他在叫 他说我跟新竹市 就是一线资格 可是他现在新竹县市 平均每一个人的 统筹分配款 连一万块都不到 他是全台湾 什么唯一一个算下来 人均统筹分配款 不到一万块的县市 所以他的需求是这个 可是他没有 你要开出来 像台中市就明确说 我开中结 你看你要补助我多少 那新竹县市觉得说 我人均 你统筹分配款 最少他会叫 那其他新北 新北云林刚刚也在叫了 他就说我叫的那么多 那为什么分的比较少 我给那么多钱 为什么分回来那么少 那苗栗也会叫 苗栗说我现在连 我的那个财政 我公务人员的薪水 我都发不出来 现在有发出来 现在有发出来 那是牛股戴发不出来 现在有发出来 那我最后补充是说 那我认为是说 现在要修的话 你是要游戏规则 因为大家一直没有 讲到游戏规则 我们现在游戏规则 不是按照人口 也不是按照土地 人口有啦 人口只占20% 土地只占20% 还有你的财政自愁能力 是占10% 那最主要是看你什么能力呢 是看你近三年来的 营业额的这个表现 是占50% 所以为什么台北市 他每次都可以分最多 因为他每次营业额的表现 他一定是最好的嘛 所以他分的比较多 但是如果用人均来算的话 当然也有人会挨了啦 我们来看 怎么都不会公平 说到钱怎么都不会公平 我们来看 如果以人均来算的话 台北市人均当然是最高 平均的台北市民呢 每个人预算可以分配到 两万五千块 那新北市呢 分配到一万二 所以他们叫安英说 我四百多万人 平均一个人才一万二 桃园海北新北多 桃园市一万三千六 台中一万四 台南一万五 高雄一万六 那我们来看非六都 非六都呢 彰化是一万一 他说我也是大县 人口也很多 但是我只分到一万一 那新竹县更惨 不到一万块 连江县分嘴多 因为人很少 分到四万八千块 所以用人头来算 不说自己公平 我说实在 因为不同的县市 需要建设的钱不一样多 比如说我在台北市 要做的建设 跟我在连江做的建设 就不一样 所以怎么本都不会平 所以我现在问题是说 第一个为什么 我不断提所谓的地方制度 反后县市合并要做 你做一个县市首长 你不能只顾自己 而周边县市不顾 如果你要钱更多 你连穷的部分也要顾 新北市就一个标准 新北市不会只顾三重 不顾树林淡水 所以它就变成是 它的服务员够大 它就做到 可以所谓的平均分配 而服务员不够大 譬如说新竹市跟苗栗县 一县之隔 那个穷跟富 差距就很大 所以县市一定要先合并 县市首长的分配权力 才可以提高 那县市首长分配权力提高 如果现在地方制度法不修 你当然是要中央 来做一个统筹的分配 包含南北的差距 包含穷县负县的差距 由中央来统筹做分配 所以地方制度法 县市合并 还没有改之前 中央拥有更大的统筹分配的权力 是应该的 来听一下家凯的说法 现在问题是在于说 中央有那么大的统筹分配的权力 但是因为分配不均 但是家凯我说真的 有一天搞不好你们会执政 对 大家都希望公平公正的被对待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套制度 今天可能对现在的执政党有利 将来未来谁执政还不一定 所以说彩化法到底会不会过 我不知道 因为游戏规则不然过了 不过都有现在的游戏规则 跟规判去订定 对不对 大家就是遵照去办理 拿到多少钱就多少钱 但是你们就例如人说一定要过 一定我们当然希望过 对不对 当然就不会去整合那些意见 我们当然希望说整合大家 送到立法院之后 大家重新举手表决之后 就通过 这是我们最终的期待 因为看来民众也是挺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 不管大家去想 就是因为中央掌握那么大的权力 去分配这个预算下来的时候 不管是前瞻预算也好 别说就是因为有大小眼 好像我今天不是绿色执政的县市 我就没有办法去成功那么好的 去争取到轨道建设也好 或是之前选举讨论到 前瞻预算等等 对不对 就是因为说 大家都希望每个县市 被平本的对待 但是我在送计划到中央的时候 有快的 有慢的 有钱多的 有钱少的 我相信如果 民进党执政80年来 你是平等的分配 对待下来 我像今天才会把 这个声音不会那么大 我们来听 是不是真的 蓝绿大小眼 过往我们的统筹分配 就是太偏重于都会了 中央地方抢钱大作战 你看哦 民众党大概多了三百多亿 这个赢索税 这个多这五怕 这根本是高宏安条款 这个高宏安条款 赢索税 这个高宏安条款 那另外 那个国民党 还有三%的所都条款 而是奖安安条款 刚刚李昆城担心说新北市 新北市里头呢 这里头人口的占比的部分 以国民党的版本有占67%之多啊 67%的比例是以人口来计算啊 所以这个根本是新北市条款 好不过 傅昆琪要想一想啊 如果才化法 真的照国民党团的版本过的话 那我告诉你哦 花东三法的两兆在哪里的催不出 所以啊 你国民党团 你国民党团第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对他那个花东三法 对 如果以中央来算的话 大概是2.5兆 当然傅昆琪的版本是 不用不用不用 我全部开国际标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国际标有没有人来还不知道 但如果你确定要盖的话 至少中央爱船那金就是2.5兆 那如果你改了才化法 这2.5兆在哪里 所以啊 你2.5兆再加5千多亿的话 那整个国库不是冲通 破头就这样双手 所以我们的主记长刚刚才会讲啊 就说你叫我举债 也筹不出来 因为我们举债 也是有上限的嘛 你不得超过15%嘛 所以这个 所以主记长就直接很明白的告诉你 双手一摊 我钱拿不出来 那我必须最后再讲了 你说那个傅昆琪 他现在讲得很好听 花东三宝 都BOT都BOT 政府不用出赚钱哦 对 第一个他明期就讲了嘛 他的那个条例里面就讲了 如果BOT最后没有人来的话 你政府还是要按照预算来执行 对啊 那也要给这个 我就说我们这个钱 也是这条钱也要穿的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要砸中央山脉 要砸一个洞 然后还要开到这个花莲那边去 还要打穿中央山脉 那你觉得哪一个国家 基隆都走山了 你哪一个国家都不计投暴率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来帮你干 刚刚山脉穿一个洞 将来基隆走山的事件 会不会在花莲发生呢 地震又那么多 我们当时不希望了 可是问题是 你就要想看到贯穿中央山脉 那你这个哪一个全世界 哪一个国家 会不计投暴率 来帮你做这件事 最后啦 就说他说 我们都没有预算上线 我们都有预算上线 说什么2500亿有预算上线 我就问 花东块的第七条 就是说2500亿违限必要的时候 可以增减 可以举债不限上线 所以我觉得贯穿起 有时候就是 都骗人 你就是只讲好听的 但是事实上 你去细看这个法条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